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0号 时光磊跟傻逼今天说从荷兰 荷兰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又不合格了 这个新闻我也没看 大家没查不知道国内有没有澄清 我估计就算是不合格吧 所以也蛮好的 你时光磊报就报吧 但是我希望 就是说你报新闻你能报全点 就好像上次西班牙一样 是不是 人家说我们不合格 然后我们国内澄清 然后西班牙接着跟进 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报到了好不好 你别光报个头 我才能报个头 现在这些信息哪里收不到 回头人家一澄清 你也不辟谣是不是 你还说我只要错了我就辟谣 我也没见你辟谣 那么狗日的 这事就那样 说真的我不太怎么关注 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新闻比较有意思 就是日本帮助他们的企业从中国撤制 给予20万20亿美元的补助 他时光磊的说法其实也没有道理的 后面就是很肯定会有一些国家 要从中国把这个制造业撤回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说要中国要想更好的发展的话 应该给予这些民营企业 一些更好的补助也好 更好的政策 其实第二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 我觉得中国的话确实是应该振兴一下这些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 然后像这些国企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要进一步改革 提升这个效率 做这些共企资要改革都是应该的 但他第一个观点呢 我觉得他只是陈出了一个事实 但是他分析的原因 我可能不太认同 他说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有没有肯定有 但归根结底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归根结底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危机 已经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吧 我觉得是不是板上钉钉 在这种板上钉钉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 就是说不是那种垃圾政府 什么事都干不了的 大政府中国这种 美国这种俄罗斯这种 像日本也算 对吧 日本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就是说你政府有点权力的 你现在都要为这个经济危机做准备了 那你怎么做准备 说白了 就是当时的罗斯福新政 最有效的就是罗斯福新政 中国前几次经济危机怎么过来的 说白了也是罗斯福新政 对不对 那你说日本他们现在要怎么弄 对不对 那你肯定也是罗斯福新政 没有其他的路 你说他又没有美元 美元这种这种就是说收割世界财富的工具 他能干啥呀 他也只能搞基建 搞这些制造业 对不对 创造更多的这种工作岗位 差不多就这么一回事吧 所以说呢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是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 整个世界是呈现出来一种这种状态 就短时期内 就是在接下来的这种经济危机里面 逆全球化 还会进一步 进一步加深 但是呢 总体的 我觉得全球化这个事呢 是没办法去避免了 资本家 资本主义社会 意识形态没那么重要 对资本家来说 意识形态就是个屁 我刚才那个视频也说了 你看人家美国 那都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了 他真的给你讲那些意识形态的话 人家沙特 把记者都肢解了 对胡胡自解 太他妈残忍了 美国连个屁都不放 我刚刚这个视频就说过 谁也说意识形态没那么重要 哪里有利润 这个全球化呢 还是要往哪里去发展的 这是总体的大趋势 是没办法避免的 但是当前的这种困境呢 确实也是实实在在的 也是会发生的 我们中国呢 反正是第一个是面临着这种 这种大环境的一个劣势吧 就是这些制造业 这本来都是中国的优势 你现在退回去 那我们中国就可能会受的冲击 稍微大一点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高端制造业 它很多时候 它现在已经退不出去了 就比如像特斯拉那种 你美国给它再多钱 它也退不回去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长远的时间内 我觉得和这个经济危机 有重叠的这段时间 这一段时期里面呢 中国可能真的是 就是资本也好 各种制造业也好 一些向往的地方 因为你现在你看 美国它现在天天在喊 复工复产 它能复工复产吗 它做不到 对不对 你接下来到情况 当然美国肯定能控制住 但是美国控制成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以目前来看 对中国来说有利有弊 就是从经济危机角度来讲 各个国家肯定希望 他们的制造业回流 但是呢 从这个疫情方面来讲 包括从一些其他方面来讲 这些制造业 它并不想回流 所以说呢 日本也要 也要给钱 你知道吧 你要给钱 但是你能给多少钱呢 你能用钱 你能拉回去多少 这些制造业呢 对不对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有利有弊 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这个当前的这个环境下 然后呢 我们这期就顺便讲讲 这个美国的疫情 美国的疫情 我再来 等一下仔细看 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它很多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 当然这个数据不太好找 你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回头可以贴出来 就是美国很多州 检测多少人 确诊多少人 你们有看吗 最近几天 包括截止到昨天 有好几个州 我对美国的地名 也不是很熟悉 就是比如说 检测了一百个 这一百个都是确诊 那说明什么 他可能只检测重症的 这些州里面 就是说你正常的 你检测的话 应该像纽约一样 对不对 检测一百个 确诊 有五十个是呈阳性的 但是那些州 检测一百个 就是一百个阳性的 那可能真的是 你只有 呈现出来症状了 你只有 已经传播开了 对吧 你知道这个病毒 从你开始感染 到出现症状 可能要七天 在这七天 你可能已经在 自由的传播了 然后呢 七天以后 你出现症状了 你去测 阳性了 你没出现症状之前呢 你还在传播 你去测 他不给你测 那你说这些州 怎么控制住的异性 美国政府不知道吧 美国政府还在喊 复工复杂 复工复杂 我操 他故意的 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就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 第二个事呢 是纽约 纽约的 哎呀 石光磊的说吧 纽约现在已经基本上拐点什么到了 我操 纽约的 我觉得我今天 看的那个数据 纽约还是很危险吧 咱们不说它那些加速度 什么东西 你要想把这个东西说的高深一点 我觉得加速度那个东西太那么简单了 是不是 你那么初衷都会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说的再牛逼一点吗 我们可以给他求导 什么 求导数 什么叫求导 求导就是速度 你对速度求导不就是加速度吗 是不是 但我们不说的那么高深 那么绕 说了以后 那拐点到底到没到 不知道 是不是 而且你说美国的拐点和我们中国的拐点 现在这个定义可能都有点不太 一样了 中国的拐点是你自育的人数 就是你出育的人数 大于这个 大于这个 就是说入院的一个人数 或者说白了 就是你 你不是累计的确诊人数 而是你现存的这个确诊人数 对不对 它在降低的时候 那叫拐点 但美国现在拐点有很多 你知道吧 它可以说你 速度 现在还没出现拐点 但我们加速度 出现拐点了 那加速度要是没出现拐点呢 你是不是可以说加速度的加速度 已经开始出现拐点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可以二次求导 是不是 二次求导 没有的话 三次求导 我操 那你总是能说它是拐点要来了 但我觉得你那个就有点狠少 你美国的老百姓 精英的水平是真的高 但是你说老百姓 那个智商水平 我估计他们根本听不懂 什么叫加速度 什么叫求导 什么叫拐点 这些东西 能听懂拐点 你给他说来 绕来绕去 说一大堆东西 他最终说 我没听懂他什么意思 但是他说拐点要来了 那可能就是拐点要来了 他可能认为他拐点 和我们中国一样 但是人家 不是那么一回事 是吧 老百姓就被忽庸了 我觉得美国是这个样子 包括你昨天看纽约州的州长 他分析那些东西 其实有很多维度可以分析的 但是他只给你分析 入院的人数和插管的人数 我觉得哪些对他有利 他就分析哪些 对不对 你说速度没有利 那么就分析加速度 所以说美国老百姓 可能真的是被忽悠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 你别给我产那些没用的 那些东西都是区的 我给你讲一个最根本的 这是你他们美国的纽约 纽约昨天检测了差不多是 两万五千多人 百分之四十七八的一个确诊率 我觉得就这个情况下 你很难的 因为你看现在意大利 意大利现在是检测一百个 可能有十个是确诊的 那么意大利现在进入一个平台期 可能是马上进入到这种 真正的拐点要来了 你美国检测 就是你纽约 纽约市检测 检测一百个 里面有四十 差不多五十个人 呈他们阳性 你敢说拐点要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事 是美国其他州的地方 检测 检测是真的不够了 就是说人手不够 包括纽约也存在这个情况 因为你看他最近的 这个检测的数量 是真的是处在一个慢慢的 或者说缓慢上涨的一个阶段 很吃力了已经 就是说他的人手不够了 不是说检测试剂不够 是人手不够了 到达极限了 那么美国现在每天反映出来的数字 你看今天是两万七八 每天三万一二 总体都在这个地方波动 我跟你说 你看着是很平稳 但实际上他已经不平稳了 他有没有增加 你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因为你要想知道 他到底增加了多少 你那个检测数量要跟上去 但是他现在检测数量到极限了 你每天只能检测这么 检测一百个人 那你说一百个人里面 你总不能从三十变到六十个吧 那不现实的 对不对 那你说从这个三十变到三十一 那是增加了3%啊 实际上整体的感染人数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检测数量有限 你的样本有限 所以说美国的检测人数已经 至少说纽约吧 纽约的检测人数已经是 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所以说呢 对美国对纽约 我们现在也不要抱有什么 太乐观的想法 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尽快的 但是这些政客 真的是千方百计的 在隐藏一些有用的信息 你如果说愿意找的话 很多信息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人稍微懒一点 你只想通过新闻来看 你现在已经无法发现美国的真相了 我觉得这个呢 是这个 你说算不算隐瞒真相 我觉得也算吧 对不对 你毕竟真相这个东西 你是要对老百姓说的 中国可以直接不说 但是你美国呢 是 我只说好听的 不好听的东西呢 我就藏的深一点 你们愿意查 你们是可以发现的 但大部分老百姓都不愿意查 没关系的 所以说呢 这个和中国 和中国真的也没什么区别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现在第一是 极限已经到了 包括纽约 他们的这种医疗资源 各方面也快被击穿了 所以说呢 无力回天了 无力回天的话 他接下来美国可能真的要 走这个群体免疫的路线了 你看美国现在又要求复工复产了 又呼吁了 这种声音再大几天的话 那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了 因为你对美国政府来说 他两个选择 第一个 彻底牺牲经济 对吧 但问题是你彻底牺牲经济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这个疫情你能控制住吗 我觉得 我觉得 还有可能能控制住 但是各方面的牺牲 已经大到美国政府无法接受了 那你第二个选择 就是走群体免疫的路线 那走吧 那也没什么办法了 我们中国反正不能走这个路线 我操 真的一旦走上群体免疫的路线 三亿人 我们百分之五十好吧 一亿五千人 一千万人可能会因此而上升 如果说再加上后遗症那些 反正这两条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血腥的路 美国现在活活的是错过了最开始的一个有力的防控的一个局面 他为什么能错过呢 对不对 我们想一下他为什么错过了呢 你们很多很多像方的眼那种人 那个傻傻逼 那个光头你知道吗 大逼老 我操 就是说 你们你们调念这个 悼念这个 逝去的人们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呢 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了呢 对不对 你们 你们这种和这种 就是说老人死了以后 哭天抢地了 然后老人死之前呢 没人照顾 有什么区别呢 装那个孝子贤孙有意思吗 对吧 我们现在把这句话也送给美国 美国你当时为什么就错过了呢 对不对 共产党骗你了 意大利没骗你啊 是不是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啊